大家好,家里的水表转得快,很多的人都头疼 一个月下来浇水费的时候呢,可心疼了 所以呢,特别是家里人口多的 然后呢,一打开水龙头,水表增增的转 转速特别的高,每个人都要洗脸刷牙 然后呢,还要做饭 这样呢,这个水表就不停的飞速的旋转 所以很多人呢,觉得家里的水费浇的太多了 太浪费水了 所以呢,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 也是物业师傅告诉我的 动一下这两个地方 这个水表呢,它就转的慢多了 它就可以慢一半 然后呢,还可以省一半的水费 所以这个方法呢,特别的实用 特别好用 今天呢,我一起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个视频呢,也能够帮到你 我们一起来看吧 我们看这个脚发 它是控制洗菜盆,洗脸盆,冷热水的脚发 所以呢,我们开到胃以后 这个水龙头,它的水流量特别的重 如果我们开到一半呢 我们开一半以后 水龙头呢,它的流量就少一半 所以呢,足够我们用了 我们把这个脚发开到一半 大家看,开一半的时候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水龙头 大家看,够用吧 我们再来看这个脚发 是不是一半 是不是 我们开一半,也照样可以用 如果我们开到位呢 我们把它开到位 看,水价更大 所以很多的水呢 我们洗脸的时候 刷牙的时候,都浪费掉了 如果我们把它开到一半呢 就省一半的水 特别是洗脸盆,洗菜盆 当我们洗菜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开到最大 很多的水都浪费了 洗盘子,刷碗的时候 一样,很多水都会浪费掉 我们开到一半 照样这么大的水量 看什么 照样水量很大 所以呢 只要你这样操作 家里面可节省一半的水费 好了 把这个分享给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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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